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次的介绍武田信权一生的惨败 上田园之战后 我这集将会为大家介绍武田这个家族的身份 今天的主题是要来介绍武田家 讲到武田我们第一印象一定是信权、圣赖 对吧 还有什么赤贝对啊 总之和武田相关的一定都会联想到加倍武田家 但各位观众知道吗 其实武田家并不是只有单只加倍武田家 而是有其他自主的 就像是我们汉人一样有许多同性的家族 而武田家的来历又是什么呢 武田家的来头可不小 和长鹿佐竹一样有着元氏一族的血脉 而加倍武田他的祖辈 又可追溯到五万年前的元逸光族系 但这个就扯远了 总之武田是也能算作元氏一族的 至于除了加倍武田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就一一列举给大家吧 首先武田家的知足有 尤川氏、雪山氏以及人科氏 当然这三个未必一开始就是武田家的人 只是一般的国人众而已 因为战国大明当时有很多人会利用自己的儿女 和当地的国人众或者是守护做联姻 来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 有可能是地带当主和其联姻才当你家 再来我要列举的比较知名的有 洛霞的武田家 洛霞在哪呢? 就在月全国的隔壁进江湖的北方 代表人物有武田冤民、武田一统等等 还有提一个外话 其实在东北的利其家家都就是出自洛霞 简单介绍一下洛霞武田家法 坦白说洛霞武田在士庭时代末期很乱 一会又是家都争斗 一会又要面对竹丽木博的号召 毕竟是洛霞的守护嘛 守护大明权力总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最后还遭到朝昌家的消灭 虽然在后来之前信堂崛起的时候呢 洛霞武田有一度复兴 但是呢也是活不久 后来在明治光秀的本能寺之边 响应了光秀 可是光秀失败以后呢 我们的武田圆明就是武田一统之子 却遭到杀害 真的真的有够衰霞 整个洛霞武田家就这样没落 像关东的上宗武田寺 安逸武田寺啊 两只则越往越后就没落 像上宗武田寺甚至被灭 可以说武田这个家族感觉真的突然 叫灭亡的 像上宗武田寺在天文年间的时候 长汉、散古上山、骨河竹地等家 联合对抗北辽 像北辽家你也知道 四红三代 历金枭雄枣 熊月四康 像魔狮子 北辽四康 的治理下已经牢不可破 不管是四康时代 骨河竹地加联合上走武田寺等 关东领主八起的国府 台河战 还是俄后四康时代的和越义之战 都让北辽家轻易的消灭关东各个平衡 再来是安逸武田家 安逸家的代表人物呢 是安国是惠球 本名应该是武田 他的祖先名为武田元凡 因为大内家的关系而遭到消灭 后来投靠了毛利家 在之后都担当毛利家的重要外交人物 像北辽高松城之战 和宗志和秀吉交涉的人物就是他 安国是惠球 还有官员之战领导毛利君 担当监事的身份呢 也是他安国是惠球 他好像就是他与毛利秀包一起 出征到陶沛山附近 形成一个贺益之阵 这边我就先不多讲 而他的祖父武田元凡之域 元旧交战中不幸暂时于 友田终景守之战 和宗志武田元凡之战